受到了台风外围怀人的影响 在北部地区多处传出了灾情 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到的 就是位在台积县最高点的 宜兰明池山庄 因为台积县多处贪方无法通行 导致有超过了300多名的游客 跟员工受困山上 由于山庄断电 现场只能够靠发电机供电 偏偏发电机的油料 在今天下午全数用完 山庄陷入停电状态 所幸目前使用物资都还算充足 台积县明池到英式路段 预计在18号抢通 好让受困的民众能够尽快下山 滚滚泥水不断倾斜而下 沿着山坡流到路面 道路瞬间被淹没 变得有如湖泊一般 这里是宜兰明池山庄 宜单狂炸 泥水 泥水 自己宣泄 山庄附近不但出现土石流 就连连外道路台积县 也有多处土石摊方 交通受阻 造成266米旅客 但是5米员工进退不得 受惠旅客中午排队 领取米粉汤 脸上略选疲倦 吃完这餐后 他们就陷入无电可用的窘境 由于山庄电力中断 用电全靠发电机苦撑 但偏偏发电机油料 17号下午全部用尽 通讯也中断 宛如孤岛 甚至还有癌症用药患者 药物不足 又无法下山拿药 情况危急 原本打算在17号下午空投物资 却因为雨室和浓雾 无法顺利投地 索性山庄目前食物还算充足 也没有人员伤亡 公务队表示台七线 明迟到阴市路段 预计18号可以抢通 将线透过推土机运送物资 再接驳受困旅客下山 计划结束这场机魂 接下来可以愿意来报道 泥沙台风 外围环流带来豪雨 宜兰台七线台七甲线 道路柔长寸断 有上百人受困 于台七线无法通行 在台七甲线抢通之后 县府规划民众可以利用 以五十一线来离开山区 没有想到就在今天中午 十一点半左右 以五十一线 有因为大量的土石滑落 道路双向中断 部分的民众 只能够继续地留在七栏山庄 索性也在刚刚 就是傍晚五点钟的时候 抢通晚地 宜兰山区雨势不断 以五十一线双向道路 被大树和土石覆盖 人车根本无法通行 换个角度看 山壁一片光秃秃 路面全是黄色泥水 大型机具进驻 拼抢通 一路上全是等下山的人车 以五十一线呢 因为大雨冲销关系呢 多处大面积的一个摊房 那么目前可以看到 在这边相当多的车子 已经开始排队 要等待道路抢通之后 要直接通行 整条线道就像大型停车场 民众排队 等着离开山区 由于台七线 因土石风路无法通行 台七甲抢通后 以五十一线道 就是到宜兰市区的替代道路 没想到17号中午 被土石大面积覆盖 连外双向道路遭到阻断 因为早上我们有一批团员 他们要先离开 那我们本来是很开心的 本来是说小八可以接驳我们出去 结果又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七南山庄待稳的民众 本来满心期待离开山区 道路右端只好留下来 再等通知 它是这个宜兰到离山 到台中地区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 那我们这边马上调集了 原来在五十一线上面的 这些机具人力 马上进场抢修 索性帮忙五点道路 场通完成 受困游客终于能松口气 结束两天 惊惊夜 记者终于报道 南投县万大北溪 惊传游客受困意外 有两名女子在周六前往 万大北溪泡汤露营 本来预计是在昨天下午 可以下山 但是受到了台风 外围还流的影响 导致薪水暴涨受困 家属焦急报案 但是昨天水势凶险 救难人员多次摸黑救援 都没有成功 直到今天上午 山区转勤 出动了直升机吊挂 最后成功地将两个人救出 两名女子从直升机上 跑了下来 心情总算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前一天 才因为大雨受困山上 而救难人员 关键夜晚的救援过程 相当惊险 救难人员拉着绳索 不断奋力往上爬 脚一踩边坡土石 还不断松落 相当惊险 但这还没结束 救难人员还得摸黑 徒步横跃 湍急溪流 过程显向还生 这里是南投县仍安乡万大北溪 周六有两名女子从奥万大森林游乐区 前往万大北溪跑堂露营 预计周日下午下山 但受到泥沙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中部山区雨势不断 汐水暴涨 两名女子因此受困 消防人员获报晚间进入救援 周一凌晨再加派四人 但因为随时凶险 自动冒险渡溪都无法成功 还好山区上午终于放晴 直接出动直升机将人吊挂救气 我们昨天晚上接获 那个试炼者的丈夫 打电话来报案 因为他的妻子跟朋友 去万大的北溪泡温泉 但是本来预计16号要回来 但是到晚上都还没有消息 我们分两梯次出动 昨天晚上出动是四个人 到晚上两点多过不去之后再回来 然后早上五点多再派第二组人 也是四个人 然后到奥安大搭配直升机做救援 山区露营泡汤却受困西床一整夜 索性天气放晴 让两名女子平安获救 结束这场惊魂季 接着曾入成难道报导 在基隆欧七度也传出了灾情 在上午华星一路出现了一个面积 超过十公尺升二十公尺的坍塌 导致交通中断 山上还住着十多户人家 包含了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 因此受困 另外太安路也出现了 大面积的土石滑落 还有树木连根拔起覆盖路面 一场大雨让居民是侵蚀难安 博游路面坍塌地基被掏空 基隆七度区华星一路突然出现 面积约十公尺升二十公尺的路面 坍塌方阻断交通 短短不到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啊 它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这边很危险啊 博游路面消失而且与世持续 但山上共住着十几户的居民 其中还包含行动不便的老人 偏偏唯一的连外道路就此中断 而且七度区灾情还不止如此 山区溪水暴涨 泥水混濁不堪 边坡土石松动的还包括泰安路 土石流冲刷覆盖路面 就连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跟着滑落 交通同样受阻 上面还有住人吗 有啊 有啊 上面还有住人 有说那个路没有通 当然是出不来啊 进不进出不来啊 警方在摊方路段摆上 交通追病拉上封锁线 委员会则在下午发布 土石流黄色警戒 泥沙台风虽然解除海上警报 但威胁持续 居民生怕这土石滑落 威胁家园 胆战心惊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导